荣耀归上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祂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 今天是3月15号星期二,让我们一起来读来自于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的美瑞灵修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主题是,和而为一 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以福所书第2章第4到第6节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祂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重罪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起活了过来 你们被救世借着恩典,祂已叫我们一起复活,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起坐在属天的地方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神想让我们抓住这个信息,并把它带到全世界 祂说,你们这死在过犯和最终的人,祂已经使你们复活了 就是与基督一同活了 换句话说,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在祂的死中与祂联合 祂作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 祂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我们 当祂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我们在祂里面也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当祂死了时候,我们也死了 哈利路亚 当祂被埋葬的时候,我们和祂一起被埋葬了 当神使祂复活时,我们也复活了 我们与祂一同复活 与祂一同坐在属天的地方,祂已经成为了身体的头 现在我们在一起组成了基督 因为我们在祂里死了 在祂的里面埋葬了 又在祂里面复活了 现在我们与祂合而为异了 哈利路亚 圣经说 但与祖联合的,便是与祖成为一灵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 我们与祂同坐后世 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 我们在一起成为一体 哈利路亚 以福所书第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 又将万物放在祂的脚下 使祂为教会做万物之手 这教会是祂的身体 是那在一切中充满一切者的丰盛 祂是充满万有的那一位 以福所书第四章第十节 然而祂的完全就是教会 就是祂的身体 我们是祂的完全 我在祂里面得以完全 因为神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祂里面 你们在祂里面也得以完全 祂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头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 赞美神 哈利路亚 请和我一起宣告吧 我已经受洗归入了基督的身体 与神联合 当基督从死里复活时 我也与祂一同复活 如今祂坐在宝座上 我也与祂一同坐在统治 荣耀 权柄的宝座上 神是佩德称颂的 哈利路亚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到以下参考经文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七节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 以福所书第五章二十九到三十节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今天活着 我口你承认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 借着他并他的圣命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借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联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系吧 我们下次再见